7月14号的政党选举已经结束 紧接而来的就是11月的总统大选 哈维斯县民众在这一次选举中 出来投票的有22万4千多人 占了注册选民237万多人的9.46% 是政党选举以来投票率最高的一次 特别是在这一次病毒疫情影响下 还能维持这么高的投票率 确实创下了历史记录 近年来能吸引华人愿意站出来 投出手中珍贵一票的诱因 除了选务系统增加了中文版的服务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选务单位 华裔服务人员的热情 2019年开始出现在哈维斯县 选务宣导活动上的华裔代表瑞久文 对华裔宣导选举的重要性使出了权力 也让最近几次选举开始关注 不及出来投票的华人有增加趋势 每年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到这里来 投票 参与到就是我们这里的选举 选举宣导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奋斗的志愿 选务人员需要不厌其烦地告知从未投票的选民 为何要出来投票 投票背后的获益者是谁 这些概念都是一般华裔民众所欠缺的观念 很多人在问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投票 那我希望说华人的尽量出来投票 因为每一张投票我们都会有记录 去显示我们华人的投票的踊跃率 这对你的福利都有直接跟间接的影响 例如道路的修补 还有你华人活动中心的活动的补助费 还有你的老年中心的餐饮费 这都有政府来补助 也都是根据这个人数来算的 如果你没有投票的话 这个数目没有算上去的话 你这个补助经费就会变比较少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出来投票 因此未来当遇上选务人员 甚至各组一的选务代表 苦口火心地向您宣导投票的好处 请多支持他们的工作热忱 也给他们一点关怀的眼光 因为他正全力帮你争取社区的利益 而您若要感谢他们为您所做的一切 那就是先站出来为自己登记注册 拿到投票权 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 投出手中的选票为自己发声 也为华人加大声量的分贝 一位从未投过票的华裔选民 即使拿到了投票权 但在眼前两党政治人物 一片空白的了解下 如何投出手中的选票 选出能为民服务的候选人 才是大家更在意的结果 因此如何将候选人政见的中文翻译 普遍传达到华裔选民手上 让民众彻底了解哪一位政治人物 将为社区争取建设 造福相礼 如此一来 就算原本没有打算投票的华人 可能都会积极站出来支持 展现高度良知 不知及选贤与能的善良情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